国中教育会考成绩昨天出炉 几家欢乐几家愁 而新竹市培营国中成绩表现优异 全校782名毕业生中 拿到5A以上的学生就超过200人 校长和家长会长也兑现了考前 为了激励学生做出的承诺 只要全校5A以上学生破200人 就跳校内的生态池 让学生超开心围观拍照 而校长也跟8年级的学生下站铁 明年再突破200人就会再跳一次 新竹市培营国中校长和家长会长 两人站在池边一边脱鞋子 做好准备就等这一刻 不计形象往池里跳 现场同学超嗨不断欢呼 一楼到三楼全都挤满了人 原来校长潘志惠和家长会长张春子 在国中会考前为了激励学生特别承诺 只要全校考到5A以上的同学超过200人 就要跳生态池 结果9号成绩公布 同学表现亮眼782名毕业生中 达到5A以上的就有216人 纵深一跃用飞扑的方式跳进池内 激起超大水花 从头到脚全湿透 不只校长和家长会长就连学务主任陈伟明 都加码一起跳进生态池 感谢昨年级特别棒的表现 也激励八年级明天继续努力 校长站在池里拿着大声公喊话 八年级同学如果明年5A以上 也超过200人就会再跳一次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年年缔造家机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